好 再来看到尼泊尔的慈悸志工 位在兰皮尼的一间社区中心 日前正式启用了 志工邀约村民前来认识慈悸 尽管当天正值全国的重道日 大家还是放下了工作前来参与 有些人甚至在活动结束之后 主动领取了主统 说要加入行善的行列 妇女们忙着插秧 这天是尼泊尔的全国重道日 算是当地开始种田的第一天 尽管忙碌 村民仍旧抽空参与 慈悸在社区中心举办的茶会 昨天我们才向村民宣布说 我们有这个茶会 才一天的时间 挨家挨户这样子跟他们讲 那今天就大家来 他们就先参与到一半 就过来这里了 所以我们感恩村民很热烈地响应 这处社区中心 原是志工桑托斯和乌玛的家 他们捐出来让自己无偿使用 茶会这天 他们也像主人 款待客人一样忙前忙后 志工分享了猪童岁月 这年上人说故事 让村民对自己有更多认识 有些人甚至主动来认领主统 说要加入行善行业 我们希望他们的家人 在家里面有些人 会让他们去世 我們能夠保持持續舊和活動 村民們的善心被啟發 也懂得互助互愛 相信善的能量 能在這個村繼續循環下去 來新聞 尼泊爾綜合報告